这只猫每天都来偷吃八爪鱼 而且它每次还专挑大的 虽然看它的样子很搞笑 但就是苦了渔民老王 本来指望养八爪鱼娶个老婆 结果天天被小猫惦记 只要趁它不注意 猫咪就会鬼鬼祟祟来到它家 把最大的八爪鱼偷走 虽然这种运输方式有点费脸 但猫咪每天还是会来七八趟 而且它们还是团伙作案 也不知道这两只猫是啥关系 但它们每天都一起摸鱼 一起挑刺 看来是关系不浅 老王也拿它们没办法 索性买了只妈布狗看门 虽然这家伙长得有模有样 但猫咪却并不怕它 只见它假装在一旁舔着皮外套 然后时机一成熟 就悠哉悠哉地往屋里走去 那模样就像是这里是它家一样 旁边狗子像个呆子一样瞅了两眼 猫咪继续若无其事地舔着毛 狗狗思索片刻 索性直接睡起了觉 猫咪一脸不屑 小鸭看我不拿捏你 随后它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屋 然后熟练地挑了只最大的八爪鱼叼着就好 美味的食物 当然得先蒙着眼才有惊喜 果然嘎帮脆鸡肉味 老王很是无奈 只能悄悄跟着它们 结果发现两只猫居然是夫妻 而且它们还生了六只可爱的小猫咪 看着小家伙呆萌的模样 老王还是心软了下来决定收养它们 之后的日子里老王身兼数职 不仅要当铲使官 还要打工挣猫粮 就这样老王离娶老婆的路越来越远 不过猫咪一家倒是很幸福 丑丑这大脸盘子胖的 估计八爪鱼都包不住它们的脸了